大家好,我是科幣托Crypto 今天我們來好好講講條件單 條件單又稱突破單 當我們要做多的價格 比當前的市價還要更高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條件單 或是計畫委託 我們要做空的價格比當前的市價還要更低的時候 也要用到我們所謂的計畫單、條件單 今天我會以BitGuard交易所為範例 給各位做講解 首先我們先點進來 電腦上或者是 手機平板上面的BitGuard應用程式 再來 我們點擊合約 那我們在合約呢 譬如說我們現在假設一個情境 比如說46500 46500 它有一個主力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 突破主力我們就做多 那我們要怎麼設這張單子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先把委託選成計畫委託 選成計畫委託之後呢 我們先選定一個觸發價格 比如說 我就設定是 46500 選定好46500之後 我們按閃電 閃電也就是 我們是以 Taker 不是Maker 目前這樣設置的意思呢 就是 只要市場價格 它一碰觸到46500 我們就會 目前盤口最優惠的價格 追進去做多 比如說 BitGuard他蠻貼心的 他就是有 各種不同計算 合約價值的方式 比如說 BTC USDT 或者是用張數計算 我個人因為是做U本位嘛 所以我就選USDT 我們選擇USDT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雖然沒有入金 任何 一毛錢 但是你的帳戶裡 卻已經有5U了 因為你只要點擊下方連結 註冊一個 科幣托專屬的 BitGuard 你就可以獲得 免費的5U 你入金之後 更可以拿到 入金5%的體驗金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5U 那我就設5 我們先點5之後 因為我們現在的槓桿 是20倍槓桿 所以我們的合約價值就是 5 乘以 20 就是100U 這是我們的合約價值 那我們要付的成本就是5塊 一樣 我們養成好習慣 一定要設好止損價 止盈我是不一定會設 但是止損是一定要設的 比如說我們止損就設在46,000好了 那我們就按買入開多 你就會發現 當前委託 我們委託的單子 就被掛進來了 市場價格只要觸及46500 你可以發現46500 是比現在的市價 當前的市價還要更高的 當前的市價是 46126 所以 只要市場價格 它比46500高 我們就可以吃到這張單子 那我們先撤銷這張單子 它還有很多 其他的設置 比如說 我的出發價格可以選標記價格 各位可以發現這邊有個小旗子 左邊有個小旗子 目前是46126 也就是 這個小旗子的價格 它碰觸到46500的時候 我就會 追進去 做多 那這邊你會發現 它有閃電跟不是閃電 那我們在這邊先以市場價格當作示範好了 我們選到市場價格 也就是 當前成交的價格 是46500的時候 我沒有選擇閃電 我選擇 46450 那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 當市場價格碰觸到46500的時候 系統會把46450的限價單掛進去 也就是我們做的 是Maker 而不是Taker 這也是有優缺點的 當你做 Taker的時候 就可以確保你這張單子一定可以開刀 但是手續費會比較高 所有的交易所都是如此的 但是如果你做的是 Maker 交易所希望你做Maker 可以提供他們掛單深度 當你做的是Maker的時候 你的手續費會比較低 缺點就是你不容易 會吃到單子 你有可能會吃不到 這是你要冒的風險 那我們一樣就開5U 這都是我送的 體驗不用錢 買路開多 你就會發現這張單子已經被我們掛進來了 那你可能會嫌 那我們先撤銷 你可能會嫌 合約怎麼才5U 太少了 我要轉個10000U可不可以 也可以喔 我在這邊就 轉10000U 然後按確認轉化 10000U就被轉進來了 非常感謝各位 如果各位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可以幫我點個讚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加入YouTube最賺錢的比特幣中文頻道 加密後備行情巨石消息 如果你不想錯過 下一個交易機會 請按下訂閱按鈕 並開啟小鈴鐺接受我第一首的 精準分析 限重 小鈴鐺